今天10月1号中国国庆节 祝小伙伴们节日快乐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大卫德天天晨报 2024年10月1号周二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收藏简讯 大卫德登山队 本周本地初级健走活动 因天气原因继续暂停一次 健康生活走起来 冬季轮胎季节开始 提醒小伙伴们从今天开始 如果使用海天公路 去BC省内陆 以及温哥华岛的大部分地区 都要使用雪胎或者防滑链 如果只在温哥华都会区等城市 及周边的高速公路行驶 则不需要更换冬季轮胎 每年10月1号到来年的4月30号 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要求司机 遵守季节性道路标志 违反规定的司机 可能会被要求掉头回家 或者被罚款121道 省汽车保险公司ICBC表示 全季节泥地和雪地轮胎 有M加S标识 或者标有山和雪花符号的轮胎 都符合冬季轮胎的要求 今天就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 如果轮胎的胎面门路深度不够3.5毫米 就要为冬季道路的安全行驶更换轮胎了 北温著名景点松基山将迎来新的缆车系统 这个冬天将与其传统的红色大缆车同时运行 新的缆车在原来缆车站的东边 配备14座塔楼 以及27个可容纳8名乘客的车厢 松基山度假村从2021年投资3500万 建设这条新的线路 预计每小时可以运送1000名游客 据央视网报道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神舟18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为祖国庆生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